我们换个焦点 11名菲律宾偷渡客前天乘船 同塔加纳岛试图潜入沙巴州的山打根 结果在海上遇上大浪 翻覆沉默 我国皇家海军 昨天中午在鲁鲁央岛无海里的范围 执行巡逻任务时 发现有5人在海中浮沉 马上展开营救行动 一共救起5人 过后发现一具7岁男同的尸体 搜救行动今早持续 中午12点44分 当地渔民投报 在海上再发现一具身份不详的尸体 当局相信死者是沉船的其中一名偷渡客 根据搜救队伍掌握的资料 至少有4人生死不明 随着时间流逝 失踪者恐怕凶多吉少